中洲唯一友邦范蒂岡 举办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 这两个亚洲面孔受到全场关注 在几年之内 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器官一直打过 这就是我的自信 大陆前卫生副部长黄杰夫 还有人体器官分配计算机主任王海波 双双受到叫停邀请出席发言 被大陆官方媒体大肆报道 宛如两边已经进展到官方交流 显示出中国大陆跟范蒂岡的关系 越来越积极 就是说他们朝这个正式建交的方向 好像是越走越接近了 外交人士审慎看待 尽管外交部重申 教廷不是俗世国家 教廷跟我方交流也非常频繁 会议我方没有出席 其实是因为器官贩卖 反而是大陆严重的问题 不过台湾跟范蒂岡的关系走下坡 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里是旧的教廷驻华大使馆 看起来相当气派 但是呢 那县大使馆却隐身在一个小巷子里面 而且上面只有一个logo 没有任何大使馆的字样 新的大使馆藏在台北市和平东路的巷子里面 从二楼平房变成一层办公室 加上教廷始终普派大使来台 只有代办 象征台犯关系持续降温 现在大陆跟范蒂岡又眉来眼去 动作不断 我们更得绷紧神经 TVB的新闻 小明正向周围 台北到